请我打发相关疫苗 有没有 卫生局在上周发现有混打状况之后呢 变这个紧急来采购这个读卡机的相关设备 那主动来进行五个快打战的这个试办连线 预防接种子系统 来查询这个疫苗的施打记录的功能 那可以利用这个插健保卡来做一个查询 目前呢 这个试办状况良好 每个报道者的这个咨询时间呢 就要过去只要增加数秒钟的时间 那明天7月16号开始 会将电脑跟网络全面扩大到各个快打站 届时就可以有效杜绝第二剂强打莫德纳疫苗的这个危机 那卫生局表示目前回报有混打状况的人数呢是五个人 那这五个人里面呢只有一个人出现微微的发烧 那经过我们的追踪关怀 目前呢都没有不适的状况 那卫生局在这边呼吁 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尚未同意混打疫苗 若因为混打疫苗之后呢造成了不良后果 可能无法获得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寄附 请市民遵照指挥中心的接种指引 注意第二剂疫苗的种类跟接种的间隔 才能获得接种疫苗完整的保护 请市民遵照